我還沒嫁過去之前 我就有 他們家就有門禁 然後結婚之後更誇張 我也超過10點 他們家的一輪都輪流打到給我 妳在哪裡 對 你知道很有壓力 因為我現在有在創業 統計之間一定會聚餐 聚餐完之後一定會續攤 對 就會覺得我的 你在創業 沒辦法 不是 應該要這麼說 我們上下班都有一個 固定的時間跟車程 跟路程 跟時間 若是在那個時間內沒有出現 我們一定會覺得說 是不是路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如果延遲了 或者是在那個時間內沒有出現 你至少打個電話 他是不打電話那種 上班誰會打電話 我們在急救 不是 你至少打電話說 我等一下可能還有一個案子 然後我可能會晚一點 那你告訴我就好了 打電話也不接 然後傳信息以後也不會回 那種 不是 你是在做什麼 做護理 那有時候做一個案子 我們可能做一個小時 到一個小時半 中間還要趕場 所以我可能沒有看那個電話 我等我有休息時間我才看 他們很喜歡用電話 我說你什麼緊急事情 請你打手機 我這樣我才會接 對 對 可是他們說很愛打電話 去應酬 好比說吃個飯 然後我說幾點回來 他說11點 然後結果 我打電話給他 沒有 我們又去唱歌 你們又去唱歌了 你有時候自己嗨起來 是不是耍脫 不是 你 我不是說你不能去耍脫 而是說你要跟我講話 我們還要去唱歌這件事情 有時候耍脫起來 是臨時決定 是的 不是 你臨時決定 那你也可以臨時打給我吧 那我臨時打給你是不是會拒絕 對 我不會拒絕去 我不會拒絕去 你生氣氣 有聽到 對不對 不是我 我都會放行嘛 是不是 不是OK的 你怎麼好傻 所以你今天第一個協商的事情就是 你都沒有交友空間 而且還像你剛剛講的 還限制回家的時間 對 你嫁給他到現在目前 最晚回家是幾點 最晚是兩點 有一次到兩點 然後他臉色超 超臭的 那你有先跟他講 你要耍脫嗎 我基本上 應該是說我十次當中 快講不出來對不對 大概九次他都會說 不 趕快回家 妳看 趕快回家 不要 就是生意的問題多 會有壞人 他會不會這樣 他自己也會這樣 自己也會耍脫 耍四個脫 然後我都沒有阻止 也超多了 四個 你要回家的時候 跟我講 我還會去接他 不是 不是 不是這樣講 我們是出於擔心 所以想說看可不可以 就是 不爽 你怎麼可以玩 那麼爽 他在家 對啊 好爽 他交友的狀況是怎樣 沒交友空間 應該是說 我每次跟朋友出去的時候 跟他們講說 拜託 跟我合照之後 不要沒有標籤 或者是放到那個網站 因為他一定會問 這個人是誰 他怎麼靠我那麼近 然後他的這個是誰 你又不融入人家交友圈 你怎麼弄的 你還問 不是 撒基努 你這個症狀 分很多種可能性 第一 你是在擔心他 不 我主要就是擔心 外遇嗎 沒有 十年了 還能 那你在擔心什麼 對啊 帥哥 身材好 你問什麼問 不是 交通 就是回程的路上 對不對 怎麼樣 我們是都很相信他的 我們只是現在拍照而已 那回程的路上發生什麼事 對 那交友 對啊 合照 合照你問 然後跟交通有什麼 火要味越來越重 他快講不下去了 他沒有感受 不是 他家裡會把那個鞋上把 你們最好是都不會擔心的